印太和亚太这个概念 特别是印太这个概念 是谁造出来的 不是中国人造出来的 那为什么要造这样的概念呢 它一定要有一个假想敌 它才会造这样的概念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 北约的历史 那么在亚太地区 是要出现一个北约的组织吗 这是只能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关于代理人的问题 我想说如果中国还需要有什么代理人 那我想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 都是中国的代理人 如果你一个大国 一个强国 你一定要搞霸权主义 单边主义 是强领弱 早晚是要衰亡的 我想说的就是 文化 不仅仅只有可口可乐 也不是一个国家生产岩浆 就必须全世界一个味道 在这方面 要如果从你输我赢的角度去看 时时处处都是竞争博弈 但如果我们从命运与共的角度看 时时处处都有合作的机遇 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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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